主内平安 现在让我们听一位圣人的故事 向他学习如何爱主爱人 2月3日 圣巴拉靴 主教训道 Saint Blaise 圣人是亚美尼亚的色巴斯德城主教 那时因教难惨烈 圣人便退隐山林 与野兽为伍 当圣人被捕后 借往衙门 途中遇见一个妇人 因为他的猪被野狼咸去 正在哀哭 圣人口出一语 野狼便将猪送回 又有一个小孩因鱼骨卡在喉部 窒息将死 圣人显灵迹 当场将他治愈 因此 后世患侯病者 多求圣人的救治 即起源于这个灵迹 总督亚格利个劳 对圣人施以鞭炽 铁钩等酷刑 并断绝他的饮食 但是 那个重获失诸的妇人 为了表达对圣人的感恩 暗中送食物给他 圣人最后被斩首致命 那时是大约公元316年 在很多地方 每年的2月3日 为纪念圣巴拉靴主教训道 圣父给前来餐礼的信友 举行圣伯子礼仪 以便求圣人转旗 免唤猴吉 礼仪中 主礼将两支蜡烛交叉 呈圣安德勒十字架行 安放在信友的猴部或头上 同时送念祝圣经文 望主因圣巴拉靴训道主教的转求 保佑你免于侯病 及其他一切疾病 应付吉子及圣神之名 中世纪时 圣人的敬礼流行非常广 近罗马就有三十处圣堂奉献于他 同时 他也是羊毛加工 蜡烛制造 房屋建筑 及技术人员的主宝 谢谢您的聆听 愿上主祝福您 平安 喜乐